21号晚上 一场名为陈的时装秀 在副都商报三楼钻石厅举行 提醒台上展示的这些作品 都来自长州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的一批学生设计师 该校来福市国际学院的室内设计 交互媒体设计 平面设计 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同学们 围绕陈的主题 以不同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创意与灵感 其中的优秀作品不久将投入生产 是那常委会副主任张亚渝观看了展示活动